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首穿的这一条标准线 诶 将发存在了 高定宣女裙虽然无聊 但它起码是一个量化标准 今天谁也不要撕衣服的咖位 排除干扰下 我们单纯的聊一聊 审美 这边起了好大一个痘痘 连到这边都肿了 看得出来吗 把气死我了 Anyway Vogue红毯拉彩 First one Anaventor Anaventor今年74岁 多少年轻人想二队就退休 你看人家74岁 还奋斗在一线里 据老话 Fashion is not for sissy 直上圈不需要娘娘腔 对于工作能力 抗压能力 尤其挑战 太脆弱太敏感的花朵 还是算了 Anaventor 大爆粉了 他也遵循着着装要求 This look is from Jason Wu 吴季刚 这一件 I'm getting羊肉卷 by Yeah 羊肉卷 铜锅山肉蘸麻将 by Or maybe 雪花牛肉 其实仔细看细节是有很多神花故事在这个樱花里的 然后这一整个系列都有小人鱼的影子 比如有水母樱花 章鱼刺绣破碎的毛边元素 然后水于光浮动 这种半透明的面料 模特的湿法装造 这个搭配回避现实还是很大胆 很好看的 因为这个樱花长裙配蛇丸的靴子 因为Jason Wu的整体定位还是比较偏向大米妆 所以遮的也比较严实 毕竟74岁了 你知道露哪儿 下一位 Li Chun is an essential I'm getting王嘉尔 vibe 上次我说他这个发型十几年不变 看着非常像奥运的平方球冠军 我并不确定我的话有没有被造型团队听到 最近播放量很差 但是真的有了变化 有变化 总比没有变化要强 所以这里我就逐动认领了 我就认为我的话有那么一丢丢的分量 抓了两个揪揪 这个的确活泼了很多 但这个发型还是实在很接近 最近王嘉尔的一个线下的发型 所以有了第一印象 OK 王嘉尔长个了 皇上 三二哥又长高了 都成年了还长高啊 if是M Essential 这个牌子也是中国风中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它不会拘泥于必须严格执行的汉服穿搭规则 然后也不是春晚舞台那种大金龙大金凤 那种欧洲对于中国风的刻板印象 这一套的整体感觉很轻松很自在 很松弛非常的Authentic 那种不Authentic的感觉 紧绷的松弛感 可以参考上海线下街边舞蹈 中国人最擅长这种紧绷的松弛感 球鞋是飞跃 但是飞跃不是赞助商 赞助商是标马 这个赞助商的事情等下一起说 接下来一扬千玺 乌马王一扬千玺的头肩比不太好 甚至比一般人还差一些 因为十周年演唱会造型盘点那边我特别注意到 这一件选择一些相对宽间的夹克 平衡一下 选的非常好 比夹克来自乌马王 然后再用非常能修饰线条的高腰的 非喇叭西裤 还有这种半高跟的靴子 肩领衬衫小项链 整体看上去非常复古 非常时髦 非常像八九十年代那种古惑仔 乌马王是一个大身级别的存在 他被誉为第一个走向国际的华人设计师 他的设计可以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一包重要 所有这些天然草药的纹理 药铺陈设的素材搭配 都非常体现在 都体现在他非常独创的面料上 乌马王的设计都是长线条 对小股的来说一般不太友好 包括一阳琴雪这一件 也是绣场的一个改版 它更短更日常 这里我丢出一个问题好了 大家是更喜欢看到明星 能比较还原品牌的精髓 还是更喜欢明星穿出个人特色 还是大家认为应该对应的不同场合做不一样的调整 接下来 今年10月份上海时装周 Messential办秀时候就邀请我去了 而且是品牌的PR早早就邀请我去了 但是因为的确有事情 所以没有成型 那一场秀 选址 然后明星阵容 包括服装本身都非常美 而且秀的开场就是婚姻红 老戏骨的气场来自于自己专业的底气 和公众对其业务能力的广泛认可 而且演员很会揣摩 他能赋予服装很个人的特色 就是对品牌核心的一个理解 所以他的造型就比很多仙女群 冬冬群要有灵魂的多 一共有两个造型 一个是改良版的传统旗袍 一件是偏西式的开衣衫 用九色的缎带做装饰 一件靠使金鱼 一件是青鸭木 台语青鸭木应该怎么说呢 青鸭木 记不住了 就算不是青鸭木 也是随理很大抱的老家亲戚 挑携穿而过的缎带 非常像遗族男性服饰里面的英雄带 然后下园绑成女性化的蝴蝶结 搭配大宽间的扩型 把中式和西式 男性和女性都进行一番融合 而且这种沉稳浓郁的颜色也非常高级 嘴角的微微向下 和眉眼间的省视 让她一走出来就非常强的故事性 是大战前的预备式 仿佛下一秒就有金科铁马 从远处奔腾而来 整个人叙事待发 这种包裹不住的张力 才是最吸引人的 接下来妮妮 一是同一个牌子 所以突然间感觉非常像 现代版的五代十国 魏英红是街榜挂帅 妮妮就是公主 是传说中的千金贵族 没人见过公主殿下 却越传越邪不的美貌 是万国公朝时 才露真容的惊鸿一瞥 把所有武将都看待 但让所有将校都忘却连日征战之苦 妮妮此时此刻 就是他们为之奋战的家园 岁月静好的巨像 简单的概括 好看的 真这几时不说假话 得好看的造型才有话说 你无聊的造型 翻越上下五千年的古籍 就算找到一样就合适的话 这一场终于没有先进去了 这一件的花苞体积 也很像印度沙利 没有特别强调阔形和体积 没有特别复杂的剪裁 重点在面料和手工上 我最先看到的图片 是工作室出的图 这一组图片 摄影师上大分 它利用光 把这件打出一个 边缘渐变的效果 更有一种岁月沉稳的秘境 当时第一眼 我以为这个刺绣本身就是渐变的 你们还可以考虑 再把这个效果实现一下 而且可以再发散一下思维 黎明 黄昏 正午 半夜 都可以做 耳环和手镯 都来自于珠宝大师 Sindy Chao 一个是奇迹系列 扑布耳环 一个是大师系列 赛纳和春色 Sindy Chao的珠宝设计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就是尽量减少金属的使用 和金属的可见度 那作品几乎看不见一根金属主轴 每一面都是不同的项纤工艺 每一颗保湿尺寸的选择 颜色的过渡 都是大写的高难和废实 下一位 周冬雨 应该没有人注意周冬雨 大家的注意力都在后面那个帘子上 这个背景版真的是 要多简陋 有多简陋 要多临时 有多临时 这个太像草台班子了 不要说Vogue这种时尚大刊的一种大型活动 特别讲究细节 是一般的婚礼婚姓公司 都不会说这样临时拿几个夹子 夹一个脸 有一些MCN机构 就是年度招商大会的时候 那个现场布置都比这个精致 而且这个背景小哥 欧顶开花的发型和这个表情 都非常具有现实讽刺艺术的感觉 像专门创作一幅这样的摄影作品 可能都没有这么的天然和有冲击力 于是这一件我们最后说好不好 它是今晚所有男艺人中最特别的造型 喜欢于是小伙伴 撑一下玩魔力好不好 Next 迪丽热巴 就这样啊 如果李宇春把那个乒乓球奥运冠军的发型换了 我全当是巧合的话 那热巴换成中分直发 我就忍不住自夸一下啊 可能我的话真的会有人看到 但是关于迪丽热巴造型的分析 又一位博主 团队在给你准备稿的时候 麻烦团队自己写好不好 但我说这样改 你也说这样改 我找这个图 你也找这个图 因为艾欧红台以我的归宿 我认为后边应该不会有人再发了 结果你的整个逻辑和修改思路 就是一位为何心再发散出去 要点新角度好不好 说回造型 其实假发是内于造型师们的一个明显的短板 都不用明星造型师 请一个黑人大妈给发型师们上上课 这个假发到底应该怎么弄 怎么按怎么做 因为内于明星换假发的时候常常翻车 要么质感看着很假 要么看着很飘 内于女明星基本上很少用到整顶的假发 大部分都是接几个发片 藏在里面 然后接个长度就足够了 所以每当换这种整顶的假发的时候 经常会失败的不要不要的 首先这个扫尖长度 然后下边把它切直的方式 比较呼应礼服胸口的几个线条 这个整体思路还是不错的 问题主要在这个假发看起来整顶很厚 这个头很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又很空 我还是觉得可以尝试接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 就是一米长的假发 我认为目前迪迪尔巴还并不适合太大女主驾到的感觉 让它稍微展现出一丝丝腰的气质出来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向 屁股应该没少垫 这个垫得非常好 垫得非常加分 接下来 龚俊 正式场合 大场合 龚俊似乎只有一个风格 就是王子风 贵族风 这个是在它的舒适区内 当然完成的也非常好 只是说看多了 稍微有一点单调 上一期的艾洪坦 我专门花了一点篇幅来解释 为什么它很适合阿里萨 但它并不适合Magella 还是有一些有理性的粉丝 听懂了我的意思 但无奈只占少数 没关系 这很正常 但如果每一次都这样的话 而且尤其是当我非常努力的解释了 用逻辑 用理论 用经验 解释了为什么 还有这样情况出现的话 我觉得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下一位 张子峰 他这次挑了一件 Parsons刚毕业的设计师的作品 设计师 一味着还原设计师的本意 搭上去也不合适 因为这种非常概念化的设计 更适合出现在格兰美 或者是演唱会 或者是拍MV 总体来说是一次成功的牵手 接下来弹剑刺 弹剑刺算是近门比较有惊喜的男艺人 一共有三个造型 李维斯这一套就是最没什么意思 但是赞助商嘛 就我们化身人形广告牌就可以了 然后粉色和白色这两套 要是上红毯能穿的是白色这一件就好了 都是白西装 你只搞一个熊猫 的确太局出款了 白西装还是有很多花样可以玩的 而且是窩过的活动 又不是金鸡奖颁奖典礼 所以玩一玩是没有问题的 粉色这一件也是国内很有名的设计师 风尘旺的 工艺比较特别 印花是用植物拓印来印的 然后我纠结的是在发型上 我觉得目前国内所有男明星 发型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毛一样的 而且当发型如此重复的时候 我就完全分不清他是谁了 接下来纳然 纳然最近几套的造型都非常亮眼 然后这一套 包括艾奥那件东北降机鼓 这两个造型都是桂格做的 降机鼓那一件 我也跟桂格说 我说那个做得很好 他其实很担心 觉得这个造型太猛太冲 当时都已经做好心理建设 觉得粉丝会骂了 但是反响很好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有空间 接受新的风格 新的尝试的 但是也侧面说明 这种比较有冲击力的造型 只能给新人来做 但凡流量起了 就一定是没有任何突破 高定 新女裙了 话说到这边想看 你明星都穿成衣 就是不是礼服长裙哦 我想看他们穿 消费者能买到的 专柜上正在贩卖的成衣 因为大裙子 是个人穿 都不会难看 同理可以参考婚纱的选择 但凡那些敢选薄薄一件的 显示身材的 没有任何大群称的 都是对自己非常有自信的 大部分普通人选婚纱 就是裙子要大 大群称能模糊很多缺点 所以女明星们 要是能在成衣里 挑出合适造型 这个才真正考验 特别的造型是美 接下来 很美 真的很美 美得很空洞 那扎像是储窗里的假人 像是没有香味的塑料花 像是高定秀上 过目即望的模特 只能说 无聊也是一种个性 我估计是早年被骂太惨了 所以跟随就不展示任何个性了 那扎应该是唯一跑题了的 因为主题是聚焦中国设计师 中国品牌 这一件是越南品牌 这一件的设计 好像也没有和任何中国相关 可能就打一个 管你什么主题 老娘就是要穿婚纱 因为是Vogue的活动 所以当然也有很多超模 这里我只挑一位 西梦瑶 西梦瑶在时尚圈的地位 和现在的生活状态 应该是 王世晴想象中的自己吧 王世晴内心be like 因为怕鲁线堵 所以在见爱人之前我都没看过 然后最近没有扑手味 结果从头直到36问 忙猜两个人都下车 这婚离不长 前面用印花的细节 来代替面料打湿的褶皱 是一个浇人出水的造型 发型非常合适 是一个长的beach wave beach wave就是欧美人的卷发 然后打湿之后那种半卷不卷 是一个刚从水面出水的样子 要的是一种很性感很撩人的风格 西梦瑶从下楼梯到定点pose 超模的感觉就出来了 还没有正面直给做一个很霸气的掐腰pose 肩膀是微寒的 然后膝盖也是内扣的 就打一个 我怎么从龙宫就冲到岸上的茫然 但是我好美 这种结合服装造型的 有一点点角色化的演绎方式 既需要天赋 又需要后天经验的累积 因为这个造型放到戴戴戴海盗 非常经典的人鱼那一幕 都不违和 所以超模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个需要气血很足 眼神很香的 运动员慢慢揣摩揣摩 总结就是前辈给你打亮了 咱们再努力努力 at last but not least 于是 来鼓鼓掌 内鱼时尚鲜台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男明星这么发疯了 内鱼太需要这种敢玩敢试的人了 我觉得是本场男艺人的最佳造型 因为男艺人成套的西装 就和女艺人仙女裙玩的头一样 实在是 够 这一件来自于刚刚结束的上海时装周 然后Sander Joe的设计 这场秀的主题是 科幻浪漫 我们与赛伯格共融的未来 当人类重新长出尾巴 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 理念不是最新 但完成度一定是目前国内最好的 而且是对主题进行非常深入挖掘的 这个秀友就会单独说一下 今天不展开了 秀款的面具没有配 虽然是秀场的低配版 但是很显然有了解国家场秀的意义 所以才哑了每一下子机器人 very good 期待于是下一次造型 红毯造型的部分就说完了 接下来有一个额外的补充 张宁 我们不说造型 我们来说一下他目前的尴尬处境 这次Vogue全球大主编 安娜亲自来站台 表面上开始撑腰 但仍然掩盖不了现场活动的暗带 随叫随到的顶流 传的再好 也掩盖不了业务能力的拉胯 而且娱乐圈公认的几个大花 一个没来 康泰纳士集团已经在多个平台 为中国版的Vogue招募副主编了 这个举动被很多人视为对张宁能力的质疑 和对他权力的挑战 Vogue现在被戏称为窝瓜 很多媒体人 时尚从业人 或者就是普通的时尚爱好者 都对张宁手下的窝瓜爱不起来 张宁上任之后 一共产出了20个封面 其中有三个出现了无品牌赞助的情况 封面 无品牌赞助 这绝无仅有 但是出现了三次 而且还有五月刊封面 临时撤换 还有今九月的关键封面 也被指抄袭法国L 1996年7月的一组片子 都是运动版 一组很有冲击力 一组就很像用模特来摆个pose 安德文托也觉察到的危机 因为这场重要的年底的大型活动 赞助商居然是 李维斯 表马 而且部分合作方甚至是看安德的面子才决定赞助的 可以说执掌的这段时间让五大刊中定位最国际化的Vogue 成为了一本水刊 其实变差的不止Vogue 只是Vogue差的太明显 五大刊的差异化已经越来越小 目前大多变成了广告商的服务方和明星影视资源的中介 红一波金主爸爸 红一波流量明星 为了流量去迎合饭圈审美 很少再引领潮流了 而Vogue就是这种恶果的最直接表现 好的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后面的爱奇艺尖叫夜 还有金马奖 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两个梦潭 都可以做的 我们马上见咯 拜拜